花蓮縣東部工藝文化促進發展協會所辦理的東藝私景 楊凱竹藏花師生連戰 日前在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盛大展出 由師生其人帶來超過百件精美的作品 而會場中也展示出藏花所需要使用的工具以及製作過程 讓觀賞者能夠深入潛出的感受藏花工藝之美 更進一步將客家藏花工藝深耕東部 一朵朵栩栩如生的花繪隔著櫥窗映入眼簾 其中除了有代表花蓮的金針花 還有以鳥獸為主題的作品 這是花蓮縣東部工藝文化促進發展協會 從11月中旬開始在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所登場的 東藝私景楊凱竹藏花師生連戰 之所以會想用藏花作展 其實它很代表我們客家人遷徙的一個變化 然後還有他們在早期的生活如何去做一些飾品跟工藝的模式 可以看到其實素材非常簡單 但是做出來的花卻非常的精緻 其實它都代表我們的一個客家精神去完成這些東西的一個那種 就是他們想要把它做得很豐盛 然後給下一代或是給活動更盛大的祝福 殘花是客家文化特有的傳統工藝 從2011年已被登入為台灣非物質文化遺產 而在這次的展覽當中包含傳統殘花及殘花結合鹼紙 木窗花 串珠 蜂蠟 羊毛毡等多種美材 豐富多元展現出獨特的花蓮美學 如何去透過經濟離婚去跟自己的美學以及生活還有多美財 能夠把它融入成為一個新的貌 我想這也是藝術家不斷地在追求的 那花蓮有非常非常多的工藝師以及藝術家如何能夠來合作 迸發出新的藝術 新的生命的藝術的價值 我想這就是花蓮的追求 會場中除了展示出殘花所需使用的工具以及製作過程 這次也特別發表新書 希望能讓觀賞者深入潛出的感受殘花工藝之美 更進一步將客家殘花工藝深耕東部 而這項展期從即日起一直到12月15日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可以把握機會 前往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參觀欣賞 記者 許麗晴 簡安相報導